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35岁员工在帖子中自述已做好退休准备 他到底为退休做了哪些准备 从帖子可以看出 目前他拥有一千万的房产 一千万的腾讯股票 以及三百万的现金 这位腾讯员工也大致规划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不拼学位房 不买号车 这些资产应该够用了 帖子在网上流出后 大众一片哗然 有网友算了一笔账 假设一千万的房产用于自住 那么在一线城市就无需为住房发愁 剩下的一千三百万资产 按照一般工薪族 平均税后收入二十到五十万不等进行计算 大约需要花上二十六年到六十年左右的时间 才能赚到这笔钱 也就是说 普通人可能奋斗一辈子 才能赚上这笔钱 网友看着他人的真实收入 对比自身的寒酸 除了羡慕 还是羡慕 但其实 哪有好赚的钱 每一个高薪背后 都有你所无法感知的付出 腾讯员工在帖子里 也提到一句醒目的话 995拼了十多年 就是打算 把别人一辈子的钱 提前赚完的 敢问 你可以毫无怨言地 接受十多年来 995的工作模式吗 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 腾讯公司每年都会对员工 进行淘汰制考核 一年两次 实行末位淘汰制 换句话说 能够长时间留在腾讯 并且拥有高薪待遇的 大多是实力突出的优秀职场人 承认社会 一个最残酷的规则就是 你的实力高低和努力程度 终将决定你的收入层次 前段时间 95后女孩 壁画师张丽佳在网上活了 张丽佳的赚钱能力有多强 六天就能赚足四万元 妥妥地吸金体质 只是表面看来越容易赚的钱 往往也越难赚到手 作为壁画师 她的工作就是把一面空白的墙 通过她的手 变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这不仅考验能力 更考验毅力和体力 张丽佳工作的日常 就是站在一个几米高的脚架上 工作环境跟建筑工地相差无几 周围全是钢筋水泥 工作期间 她晚上更是直接睡在工地上 一天工作下来 张丽佳常常 全身都被颜料弄得脏细细的 许多人很难想象 这是一个女孩的工作日常 但为了呈现完美的作品 张丽佳从没喊过苦 喊过累 她始终坚定地 在并不友好的工作环境中 日复一日地磨练自己的能力 如今 张丽佳凭借自己超群的手艺 在某视频平台 已收获了800多万的粉丝 她的实力被许多人肯定 她的作品 也收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据说 如今找她绘制壁画的人 早已排起了长队 像张丽佳这一类人 又何愁没有高薪的收入呢 但讽刺的是 有太多人 总是难以看清现实 自以为 在信息化时代遍地是黄金 曾有位女生 以为在镜头前吃个饭 做个直播 就能赚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但从业不久 她就后悔了 女生从事吃播以来 每月底薪不到3000元 加上直播礼物 1000至2000不等 每月收入不过五六千 但直播过程中 所有的食材 都需要女生自讨腰包购买 想想大卫王面前 满满一桌子的食物 你大概就知道 需要投入多少银两了 难以承受这份开销的女孩 选择四处借钱 据女孩自述 从事吃播这些年 她前前后后借了七八十万 至今仍未还清 为了尽快偿还贷款 女生在直播之余 还从事兼职 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 女生感慨地说道 一开始做吃播 就是为了赚钱 结果非但没有赚到钱 就连生活也都赔进去了 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 你永远赚不到超出 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 除非靠运气 但是运气赚到的钱 之后往往又会靠着实力亏掉 这是一种必然的叙事 你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表现 你所亏的每一分钱 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认知 有缺陷而造成的 深以为然 那些误以为 钱很好赚的年轻人 终会被现实狠狠打脸 两条建议送给 想要稳定提升赚钱能力的你 一 深耕专业 于敏红曾说过一段话 要成为专家 就要研究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 在那个领域中 你是最顶尖的 至少是中国前十名 这样无论任何时候 你都有话说 有事情可做 我原来 想成为中国研究英语的前一百名 但后来发现 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就背单词 用一年的时间 背诵了一本英文词典 成为中国单词专家 现在 我出版的红宝书系列 从初中到GRE词汇 有十几本 年销量一百万册 稿费比我正式工作的收入 都高得多 在你的优势专业领域深耕 你会发现 它会让你的收入持续提升 只是深耕并不容易 有太多人被延迟反应所拖垮 延迟反应说的是 每个人都会根据 自己的既定目标 制定计划 调整行为 但行为与结果之间 往往有延迟 如果意识不到延迟的存在 或者判断不出延迟要多久 往往不等这个行动产生效果 就半途而废了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 在黎明到来之前 就已经选择了放弃 二 终身学习 一个人永远无法赚到 认知范围以外的钱 当你的见识不够宽广 思考不够全面 想法不够成熟 你是很难提升 你的赚钱能力的 查理芒格说过一句经典的话 想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 只有让自己见得更多 看得更远 你才会明白 自己的精力应该放在哪里 自己的时间应该投入在何处 只有这样 你才能清晰地定位自己 不畏纷扰所迷失的方向 万件读书名为读书 实则读人 任何文字 不管是以铁与血 还是用爱与泪写就的 都为我们倾诉着不同的人生 欢迎互动留言 诉说你的心事 我们在这里等你 感谢您的聆听 欢迎点赞和转发